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激战 不过总统的位置可不好坐 现在美国媒体就找出了 柯林顿、小布希还有欧巴马 当选总统之前前后的变化 发现脸色很憔悴 法量各式差很多 尤其可以看到呢 大家看起来皱纹连盖都盖不掉 不会有民众说 三个人是越老越有味道 不过最后倒数几个小时了 可以看到欧巴马跟罗姆尼 两个人一天之内呢 就连跑了三四个州 来做最后的冲刺 甚至第一部人蜜雪儿 还在台上感性发言 让欧巴马也当场欧雷 最后一天不谈政见打出温情牌 欧巴马请出超高人气的老婆大人 站台助阵 一帆动人眼说 让在场支持者全都眼泛泪光 就连男主角自己也大受感动 欧巴马扫香的声音略带哽咽 偷偷抹掉眼泪的动作 更是逃不过摄影机 最后冲刺欧巴马一天之内 连赶三场 从威斯康辛 恶害俄州 第三站来到白宫之路 起步的爱荷华 为竞选活动画下句点 最后回到大本营芝加哥 等待选举结果 而年纪比较大的罗姆尼 更拼横扫四周 之后回到麻州 坐镇竞选总部 希望在最后一刻 把票通通催出来 即使到了最后一天 还是炮火猛烈 明天是一刻 要看待未来 想想什么 我们可以做 把我们的四年背后 开始建立新的未来 没有大明星加持 罗姆尼带着美丽娇妻 在关键选区 一起告示跑行程 这次选举打得难分难舍 根据美国三大新闻机构 最后一天的民调显示 两位候选人的支持度 只差不到3% 全部都在误差范围内 谁能够夺下白宫宝座 不到开票结果出炉 都还在未定之天 下期问 这两天可以说是东西的 强权接班 明天选完了 美国总统大选 那么再过两天 中共的十八大就要召开了 过了安全起见 现在北京已经启动了护城河行动 所有的车分人员都要过三关 甚至传出来 很怕人会有人飞鸽传书 现在在北京市内 竟然连鸽子都不准飞 为了电影里的台词大喊 这就是斯巴达 但场景换到了中国 斯巴达有了不同的意义 电脑输入斯巴达 十八大 速霸达 以及十爬大 都可以找到民间讨论 十八大的相关讯息 超过5.3亿的中国网友 只能透过网路 偷偷讨论着战况 眼巴巴望着电视 看着美国总统选举多激烈 十八大毕竟是党的十八大 而且我们民众 只是一种关注的角度 而美国的十八大 我觉得是全民参与的一个活动 我们不是 美国的竞选 是一个全民参与的活动 而十八大不仅是 更严格的网路封锁而已 简直就是铺天盖地的 无所不管 各自担心可能会飞鸽传输 气球模型飞机空飘不易掌握 玩具店被要求禁售模型飞机 刀剪店也禁售刀剪 中共布下天罗地网 连一只鸟都不轻易放过 一般街道少见的特警部队 也出现在北京 计程车窗户摇把被拆掉 就怕有人趁机丢船单 开车路线要避开 像是长安街天安门的敏感地带 否则司机可以聚在 而最新消息还包括了 建筑工地停止施工 公园游船也要停航 各种安保措施草木皆兵 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三立新闻王焕杰线比联 总和报道 欧巴马改变美国了吗 白宫生死斗即将揭晓 国温体制十年羡慕 中共十八大领导接班 习近平准备好了吗 从华盛顿到北京 主播黄建平 特派记者杨太卫 杨秀卿 为您全程掌握 11月8号最有权力的总统宝座 最史剧性的改朝换代 2012美中产权新世代 进行锁定三立各级新闻